激光豆 咖啡豆 阳光豆 你们还在傻傻分不清吗 首先从颜色上来就很好区分 其次攻击方式也很好区分 我们今天就来讲讲激光豆 人送外号机哥 社会女机哥 人狠话不多 一言不合 直接发射激光 把僵尸眼睛垫瞎 然后直接把僵尸给送走 种植时需要消耗200点阳光 冷却时间为5秒 攻击范围右侧单行 攻击目标范围内群体 一接激光豆 当有僵尸出现在激光豆右侧时 激光豆会发射激光束 攻击右侧整行僵尸 二接激光豆 快速充能 激光豆可以一次发射两束激光 每秒伤害增加35% 三接激光豆 功率提升 激光豆会无延迟地连续发射激光光束 每一段激光的伤害有所降低 但是每秒总伤害又提升了35% 四接激光豆 能力觉醒 种植时有高概率直接释放能量豆大招 口中吐出一道巨大的蓝色激光 对正前方一整行所有僵尸 造成1800点伤害 装扮效果 大招可以发射高能激光 造成更高的伤害 老爹僵尸 作为一个可以发射激光的僵尸 我们来看一下它和激光豆谁的激光更厉害 在不发大招的情况下 激光豆直接被老爹僵尸干掉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哪些僵尸可以扛住五接激光豆的攻击 第一场 陆杖僵尸 陆杖僵尸挑战失败 第二场 电磁盾僵尸 电磁盾僵尸挑战失败 第三场 报纸僵尸 报纸僵尸挑战失败 第四场 贝壳僵尸 贝壳僵尸挑战成功 第五场 抖碰僵尸 抖碰僵尸挑战成功 第五场 贝壳达僵尸 与与尸